大家好,我是學長 端午節剛過,夏天正式到來了 除了冰蔥咖啡呢 我們是想要生活中比較常見的是 冷泡咖啡和冰滴咖啡 那你都喝過了嗎? 我們居家能不能自己做出好喝的冰滴咖啡和冷泡咖啡呢? 今天學長為你解答 這一集我們先跟大家聊聊冷泡咖啡 那顧名思義,冷泡咖啡的重點當然是浸泡啦 你要先選一個方便冷藏的容器 把咖啡粉磨好以後直接倒進去 好,記住要蓋上蓋子 放到冰箱裡面放個12個小時 然後把咖啡粉過濾掉就可以喝了 這就是冷泡咖啡的基礎做法 只要你有一台磨豆機幾乎人人都可以在家裡製作 只要你選擇的豆子品質是良好的 那你做出來的風味其實相當的美味 能夠充分表現豆子的原始風味 那當然要研磨到多細要泡多長的時間 這些都還是會影響整體的風味 如果你喝起來覺得稍微清淡了一點 就調細研磨度或增加浸泡的時間 就會增加風味的飽滿度 那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呢 反而是過濾的方式 希望給大家兩個建議 第一個呢使用雙重過濾法 因為咖啡粉很細密嘛 如果你直接過濾的話呢 要不然就是要等很久才會漏完 不然就是會有細粉才會在杯中 那以上兩個狀況都是很討厭的 所以呢希望建議你 先用空隙比較大的金屬濾網 比如說過濾柴的那一種 先把比較粗的咖啡粉過濾掉 然後再拿另外一個濾杯 上面放濾紙 直接過濾第二次 這樣是又快又乾淨的 那第二種方式呢更方便 就是使用乳包袋或是濾茶袋 像大賣場都有賣那種拋棄式的 步作的小袋子 你把咖啡粉倒進去 然後把它綁起來以後呢 放到瓶子裡面 加水浸泡 然後時間浸泡完了以後呢 拿筷子把乳包袋夾出來 就完成過濾了 好以上就是學長推薦的 冷泡咖啡的做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但是風味還是很棒的 如果你是喜歡咖啡的人 今年夏天一定要試試看 以上呢就是今天硬派讀書門的內容 冰滴咖啡我們下一次再聊 各位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可以在下面詢問 學長會回答你喔 但還是要請大家打開訂閱 學長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